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俗话说冬至大园年人间小团圆 冬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最重要的节气之一 这一日家人都会相聚一齐吃饭共享天论 我们又称为造冬 过冬至的习俗早在几千年前的周朝就开始 看朝的时候还有七日连夹 可以见到古人对冬至的重视 古时候的冬至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李长节 李即是鞋 奖就是指长辈 连同一齐 就是送鞋物给长辈的意思 这个名字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 魏晋著名诗人 曹直的冬至宪物 中表一面提到李长立庆 说的就是李长节了 在古代 女子会在冬至那一日 向老爷奶奶送上自己亲手逢着的鞋和襪 而表达对他们的孝敬之心 鞋襪上都会受有鸳鸯花纹 同时祝福他们 可以好像鸳鸯一样恩爱长寿 那为什么冬至要送鞋襪呢? 中医认为 寒从脚底生 脚底保持温暖 全身才会暖起来 无拘寒冷 所以在寒冷的冬至 为长辈送上保暖的鞋物 真是佩禁窩心 随着时间推移 小辈送长辈鞋物的风俗 反过来 变成大人送小朋友 虽然对象不同了 但没有变的是对家人的关为和爱 今年冬至 大家不妨挑选一对精美鞋物送给长辈 欢迎讨论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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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